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我是李慧儀 和大家看看內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況 見到內地股市下跌 上證綜合指數收補3164點 跌3點 申請成分指數收補10747點 跌62點 戶芯300指數收補3805點 跌16點 創業版指數收補2146點 跌16點 看看港股 見到恒指下午跌多了 曾經一度跌超過500點 最終收市跌407點 收補18668點 再次穿19點 國企指數收補6271點 跌143點 科技指數收補4015點 跌89點 大致成交有935億 和大家看看焦點辦法和股份 首先看看內房物管股 今天的跌幅比較多 見到摩通出了報告 指近期壁桂園出現這個壓力的跡象 顯示圍繞民營房企流動性擔憂禮廢之不去 將壁桂園和壁桂園服務的評級分別由中性和增持 齊齊下調到減遲 目標價是由2.3和22元 扔到9毫子和6.7元 另外 市場對內房債務的憂慮持續 內房債價再大跌 壁桂園兩隻在岸債價均大跌兩成 部份離岸債價亦下跌 見到壁桂園和壁桂園服務 今天的股價顯著下跌 壁桂園收市要跌8.7% 收補1.26元 至於壁桂園服務 以全日最低位7.4毫一收市 收跌1.8元 另外 其他內房物管股都成為重災區 見到龍湖收市要跌超過8% 新城發展跌超過9% 至於1516收市要跌超過半成 牙生活3319同樣崖股跌超過6% 另外 看看焦點股份 首先 看華紅半導體 看到華紅半導體公佈在7月20日完成 向詢價對象作出初步詢價後 按每股52元人民幣發行大約4.08億 股A股物占擴大後 股本大約2成4 集資額有212億元 公司決定根據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2 認救協議 在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2 配發的A股最終數目是4833.42萬股 獲配金額是25.13億元 今天要跌 全日跌跌近2% 全日收報24.8% 另外 看快手 看到快手高盛發表了報告 指出 預計隨著外部廣告恢復按年增長 以及全店的投資回報率產品帶動電商廣告穩健增長 快手將會在第二季度實現更快的廣告復甦 並且認為得益是穩定的收入增長 正面的組合轉變帶來的毛利擴張 以及持續成本節約 快手在今年可能會實現盈利的持續上調 高盛更加預計快手今年在第二季度 收入將會按年增加2.5% 主要得益於廣告業務按年增長2.7% 而其他服務按年增長5.5% 和直播業務按年增長1.6% 非美國通用會計準則 non-gap 淨利潤13億元人民幣 意味著淨利潤率4.9% 原因是組合變化帶來毛利率擴張 以及海外虧損收窄 快手跌2.3% 收市收穫58.3.5% 另外 看加科斯 看見加科斯公布 董事會決定根據市況 不時在公開市場購回股份 總金額不多於1億元 並表示仍以其本身的債務資源 而非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的 傻得款項為建議股份購回撥資 另外 不會在對公司營運資金狀況 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的情況下進行救回 加科斯指出 目前各項的業務發展和運營一切正常 現時的財務狀況都穩健 董事會認為股份現時的成交價 未能反映期內在價值 建議股份購回可以提升股份價值 從而提高股東的回報 並且相信建議股份購回 反映公司對自身的長遠業務前景 和增長潛力充滿信心 並且最終將可惠及公司 符合公司及其股東整體的最佳利益 加科斯167 收市跌2.3% 收報3.77元 最後跟隨瑞星 瑞星出了刑警 預期今年首六個月股東英佔綜合 正利下跌1.2億元至1.57億元人民幣 較2022年同期減少大約5.5至6.5元 而今年首六個月收入岸年輕微減少 公司表示預期正利下降 是因為集團的架構重組 所帶來的預期效益提升的成效滯後 中國內地經濟復甦活慢 全球宏觀經濟不穩 導致全球智能手機市場需求不振 以及行業競爭加劇 以及集團改進擴大多樣化產品 組合所帶來的初始不利短期盈利影響 在2023年下半年 集團仍持續採取措施提高營運效率 執行積極的經營成本和費用控制措施 考慮了集團的努力 以及持續向其他垂直領域的擴張計劃 集團對旗下所有業務分佈的增長 維持正面 對中長期前景謹慎樂觀 見到稅升 蜜收市跌2.5% 收報17.06 這環節相差不多了 明天回來再和大家見面 再見